情况都搞得很清楚 你们知道这个大道理 就一定能把你们眼前的活 做好 干好 谢谢总理 总理再见 欢迎再来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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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四月十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 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跟中国以及世界有关的消息 美国国务院今天发布声明表示 受到中国当地疫情数字激增 以及抗疫限制措施的影响 命令驻上海总领事管区 非紧急美国政府雇员 以及所有家属全部撤离 在此前 在四月八日 美国国务院批准了非紧急美国政府雇员 以及紧急和非紧急美国政府雇员家属 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管区自愿撤离 当时通报表示 受到当地新冠疫情管控措施的影响 上海领事处目前对公众关闭 获准后才会对公众开放 目前中国方面尚未对美国撤离使管人员一事进行回应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其他有关消息 国务院应对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在四月十日发文要求 不得擅自关停高速公路服务区 港口码头铁路车站航空机场 或擅自停止国际航行船舶船员换船 如果是因为出现确诊 或者是密切接触人员等情况 确实需要关停或停止的 要报经省级联防联控机制批准后方可实施 而如果关停航空机场涉及跨省航班 或者国际航班运营 则应报被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是国务院审批 文件特别表示 疫情严重地区要依托周边物流园区 高速公务服务区 加快设立启用物资中转调运站 同时封控区内的港口企业 也应该安排作业人员进驻港口实施封闭管理 要将邮政快递作为民生重点保障实施等 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此前发表评论表示 冠病病毒要防住 生产生活要保住 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单选题 考验着人们的智慧和担当 人民日报文章说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但是生产生活不能化休止服 市民居家隔离 能否解决买菜难送不到等问题 保证用餐用药需求 进入春耕重要阶段 能否保证种子化肥及时到位 避免人物第一时 地物人一年 非中高风险地区的工厂 能否畅通原料采购路和产品销售路 避免影响开工节奏 瓜果蔬菜已经成熟 能否顺利完成运输销售等 人民日报还表示 供应链条涉及多个环节 每一个环节的咬合都十分紧密 现实中有的地方已经出现了运输难 有的地方也出现了买菜难 供应的最后一公里难以打通 由此可见 畅通供应有时是物的事 有时是路的事 有时是人的事 必须要精准治理 人民日报还文章提出 要保供难点毒点 必须依靠精准政策保驾护航 防疫和保供必须统筹坚固 不能借疫情之名层层加码一刀切 此外在落实防控的前提下 还要加强对供应企业的支持 为闪展腾挪提供空间 要加强地区沟通协调 避免因为防疫政策不统一而影响物流 耽误民生等 此前上海地区由于物流紧张 出现物资公民问题引起外界 广泛关注 上海复旦大学针对老教授找物资的情况 发文回应 校方对于所有的院士文科资深教授都发了慰问函 还配送了物资 对于院系困难教师做出统计 将积极协同各方帮助解决 此前有一则关于帮福建老教授找物资的文章在网络传播引发了关注 复旦大学在官方通报中表示 老教授老先生是学校的宝贵财富 一直是关心的重点 学校会进一步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确保日常生活平稳安全 根据来自上海方面通报 昨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994例 无症状感染者两万两千348例 此外上海新增静外输入性确诊病例4例 无症状感染者1例 均是在闭环管控中被发现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其他药文 根据来自韩联社的报道 美国海军研究协会在今天表示 美国海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驶入韩国东部公海 美国航母时隔四年再次进入韩国东部海域 据悉林肯号会停留五天 期间可能展开与韩军的联合军演 美国希望举行韩美日三国连演 但是韩国方面对此感到犹豫 预计三方连演不会如期举行 根据来自韩联社的分析报道 在朝鲜或在今日诚诞辰太阳节到来之际 进行核试射的情况下 美国航母驶入韩国东海 旨在对朝鲜发出强硬警告 在2017年11月 当时朝鲜接连进行洲际导弹试射时 美国海军里根号罗斯福号尼米兹号三艘航母曾经同时出巡韩国东海 与韩国海军进行联合演习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美英有关消息 白宫新闻秘书萨奇在今天通报会议上表示 拜登总统以及印度总统莫迪在今天就俄乌战争等问题进行了坦诚的讨论 拜登总统当时对莫迪说 美国随时准备帮助印度实现能源进口多样化 将使印度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 萨奇表示会议热烈而富有成效 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印度在帮助加强全球粮食供应方面的作用 此前媒体普遍报道 印度方面对待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态度暧昧 莫迪本人不愿意批评普京在乌克兰的侵略行为 同时他一直在呼吁和平 据悉莫迪对拜登表示 我相信我们与美国的友谊将是印度未来二十五年发展历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拜登总统则告诉莫迪 美国和印度将就如何管理战争不稳定进行密切磋商 又说协商和对话是确保美印关系继续深化和加强的关键 拜登表示 印度为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所做的努力让人感到高兴 但是没有提及美国早先要求印度对俄罗斯采取严厉立场施加压力的有关行动 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整理报道 此前美国欧洲澳大利亚日本等军队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 而印度拒绝实施制裁 继续进口俄罗斯的石油 并且拟开启与俄罗斯之间的卢比卢布结算交易系统 同时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整理报道 拜登总统透露 为参加即将在东京举办的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 预计将在五月下旬访问日本 这也将是他去年一月上任后首度出访亚洲 根据日本媒体朝日新闻报道 拜登是十一月印度总理莫迪在线上会谈时所提及 为参加东京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 预计五月下旬 期待五月二十四日左右与莫迪在日本相见 日本媒体报道 美日政府正在加紧安排有关事宜 澳洲在五月二十一日即将举行大选 而选举结果有可能会影响高峰会的日程 白宫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 拜登期待访问亚洲 但是没有其他可以公开的详情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预计在四月十八日到二十四日 率贸易访问团出访日本和新加坡 预计将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 此外设计俄乌战争有关消息 奥地利总理内哈默今天与普京进行会面 在会后他表示对外交能否化解冲突感到相当悲端 他表示普京坚持战争逻辑 并说如果你问我是否觉得乐观或者悲观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是我相当悲观 他向记者强调和平谈判总是非常费时 而战争逻辑会告诉你别花太多时间直接开打 他表示对于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直接谈判 欧国方面缺乏兴趣 但是他又说还有一线希望 那就是普京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 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谈判仍然有兴趣 他表示与普京的面对面对话直接谈成 但是也十分费力 来自路透社的报道介绍 两人是在普京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宅地所进行的会谈 奥地利政府当时要求闭门会谈 两人并不合照也不会对面发表声明 而奥地利总理说 我向普京提到了有关于不查证和其他地方的严重战争罪行 并强调将所有应该负责的人生之以法 但是他没有透露普京对这样表态的回应 我们看到了一些领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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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在腦袋的地方 到台南设计 我们认为这些领域的领域 是在策子发现了有机会 的 waveformet 向着领域转据 whereas台東设计 一なんか优秀 所说 我相信 它们主持维 但是它是很 early effort by them 去強迫的 efforts in the Donbass 你說那戰鬥是繼續在 Mariupol嗎 我不會說 我們一定會說 我們一定會知道這個新冠 是將來的 author 有些新的更多努力 但我們可以說 我們會出來說是怎樣 we've seen in the past 我們也可能用另一 page 的字幕的在 tablespoons 真的您 doit繼續說 在目前為止 是你還覺得判定可以留意 很長的樣子 每天都要繼續在接空保護 I mean,8-10 flights a day are coming into the region,not just from the United States,but from other nations as well. And that stuff isn't sitting around,Barbara. It gets to these transshipment sites,they're put onto trucks,and they're moved into Ukraine very,very quickly. In some cases,stuff com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akes no more than four to six days from the time the president authorizes drawdown authority,it gets into the hands of the Ukrainians. That's an incredible rate of speed. And we aren't slowing down. I'm not saying that it would,David. I'm not confirming it. I would just say this about Ukrainian air defense. They still have a lot of their air defense capability available to them. They, as you know,have been asking for more. And so we are working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to help,to help get long-range air defense systems into Ukraine. And we're,Secretary's working this personally, quite frankly,working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to see what they can do. We want to try to get them long-range air defense systems that we know they know how to use, and can put into employment fairly quickly. Uh, let's see, uh,Jeff Schoel.